全副武裝聚精會神進行戰況模擬 我國國軍在台海局勢緊張之際 天天上演的場景 最新登上美國媒體CNN 還特別派遣CNN記者前往澎湖 直擊國軍的反空降演習 這次演習是家鄉解放軍散兵 若攻占澎湖馬攻擊場 台灣軍隊該如何擊退敵軍 讓CNN見識到緊張現場 而且在CNN記者訪問澎湖的這段期間 竟碰上四架解放軍機 闖入台灣防空識別區 然而國軍閒熟應對 沒有一絲驚慌鬆懈 親眼見識到台灣御敵已成常態 國軍更對CNN驕傲說出 解放軍想入侵台灣 得先有辦法拿下澎湖再說 我們在做戰鬥準備任務 訓練沒有停止 你們在做的工作嗎 當然 就在台灣緊鑼密鼓嚴防對岸 美國二十一號派了海岸防衛隊 巡防艦斯特拉頓號穿越台灣海峽 是否再度激起台海緊張 中國怎麼回應 中國海警局新聞發言人干預表示 美海岸警衛隊斯特拉頓號炮艦 二十一號過航台灣海峽 並且公開炒作 中國海警艦艇對其全程跟肩警戒 公開斥責美國炒作 強調會加強在海域巡航執法 中國講得言之早早 實際卻是派軍機不斷穿越台灣空域 卻在無形中讓台灣軍隊都有覺悟 今日的演習很可能就是 明日保家衛國的關鍵戰役 三新聞 搖壞軍報導